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们的什么 路径成本的 首先拍到路径成本的 你要看 这个口径到这儿的 这个路径成本的事情 一个摆照 两个摆照 三个摆照的 这个网络呢 这个口呢 过来 两个摆照吧 一个摆照 两个摆照吧 所以 它是不是更大 更小 路径成本是更小 所以它是指定张口 而它呢 需要干啥 断交口 明白 明白 你如果真拿四个交叉纪 都画这个图 你要小心 首先 你要保证这是更交叉 把它预先纪改成最小 其次 把这个预先纪是不是改为其次 这个改为其次 这个改为是四大 这个预先纪是摸着最小 才能实现 那选出来一定是它 能听吗 但是 我们画个图就行了 我说实话 马上不画了 很可心的一个人类图 我就说实话 是吧 你们真的需要把它全背下来吗 我觉得没什么太能力 你们只要知道SDP是干啥的就行了 宣称术协议是做什么 为了干啥 为了避免交换风暴出现 也就是说交换机滑漏出现 导致交换机滑极的东西 OK 所有的智能交换机 是否默然都可以直接进行计算 我们只要知道智能交换机 就算接分滑漏 它是也能用 就够了 OK 你看 这个算法 有个了解就行了 不要求紧 但是 写笔记的时候就还是在签 那笔记才签吧 你学过了 对不对 对吧 好 你认为我说是可以不用签笔记啊 那 再举个例子 来看 首先 在这里来学 谁是跟巧 看什么 OK吧 那它是不是就是跟巧 好 接下来是不是选跟章口 跟章口 是什么选 每个交换上是不是去选 每个非跟巧的交换上是不是去选 选什么 首先是不是路线成本 这个成本是不是直接一个百账就到达了 这个 一个 两个 那是不是这两个就是跟章口 看 如同胖 那现在 是不是该选指竞章口了 那所有跟跟巧指点那时候都是指章章口 那是不是现在就需要在这里面去选 啊 那现在来了 这个口过来一个百账 一个百账吧 然后两个百账 对吧 这个口呢 一个百账 两个百账 路线一样了 路线现在开销数一致 那现在选什么 谁 谁 他所在交换机的桥爱丁 哎呀 刚刚这个选跟章口的时候选的是什么 直连网桥的爱丁法 记得吗 记得吗 啊 而这个选的是什么 所在 那好 现在看 这两个所在 一个是 00B B 101 要 这个是地面 要这样 神小 神小 下个人小吧 所以他是指竟要好 干嘛 要他干嘛 好 足断 能看懂 能看懂 好 那好 你们来给我选这个 去 这个概念 其实是挺小的 好像是我们学了 现在还是要把它考虑的 好 等学完之后 我说了 你是不是知道 SB型是看吧 是不是这样 好吧 来了 给你们五分钟 时间 五分钟 来 给你们五分钟 差不多了 小刀的 晚上早点睡 每天 好像 我所有的你这两天 总有点磕水 后的话 炸就磕到了哈 你去 拿计划 先选分桥是吧 然后选分桥 选分桥 然后选指竟桥 好清楚 指竟桥是在每个交换机上选 不是,根短口是在每个交换接上去 整个短口是在每个往段上去 再忍两天,再忍两天,这玩意就吃了 可能就暂时用不到它了 再忍几天 要啊,当然要了 你想什么呢? 这个笔记会基本上一直伴出到你们的页 等到那些时候我们讲到 基本上把肠肉的菜里面讲完 然后可以让你们笔记写一遍 但是到时候实验必须要不要 少我吃的 必须写,少我吃的 我最恨你们,每个班都有 匹匹班也一样 你们是不是都觉得 学到十二年已经很没个什么 你们十二年下课的时候 到楼下去转去 你们去看 基本上所有的班机里面都有 而且他们有时候 会一个班的去做 在做项目的时候 会全班去熬涂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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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 坚持 坚持 真的,这段时间确实很辛苦 你们以后就像我说的 以后你们会感谢现在正在鼓励的人的事情 那么一块选一下 好吧 那你一起来选 好吧 首先选什么 首先选跟乔半 那一看 优先级是不是一样 那现在是不是只能看的 麦克地址 那麦克地址 那麦克地址是 这是B 其他的都是CDE 没错吧 所以它是什么 更巧 先把更巧的选出来 其次呢 看是不是选招好了 每个交易计算是选一个 靠的是什么 路径成本吧 那首先 这个路径性成本 是不是要小于这个路径成本 不是 要小于这个路径成本吧 所以它是不是应该是更高靠 那它是不是也应该是这台交易计的更加稿 现在 那在这台交易计 它的更加稿是谁 是不是应该是它 因为它是不是一条路径就是更加稿 好吧 更加稿每个交易计就选到了 接下来选什么 更加稿 更加稿 首先我说 交易计算支援的所有的口数都是 更加稿是不是全都是 现在 现在是不是都需要看 这个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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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所有的口数都已经 没了 没了 那现在是不是就这两个网段去 那好 首先来看这个网段 它的路径成本是什么样的 我从这个接口到交易计 几个百兆 那我从这个接口到交易计几个百兆 那我从这个接口到交易计几个百兆 两个 一个 两个 中间还有一个线 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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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 路径成本是这样的 那整个后接下来看看什么 神经 它所在的交换机的交易计几个百兆 它所在的这个交换机的交易计几个百兆 能知道吗 它不是直连计几个百兆 那好 它的交易计是什么 D 这个交易计是什么 E 所以这也是直连计几个百兆 好了 剩下的两个全都需要干吗 需要干吗 要不然它就会出现 这会出现三个合路吗 这个东西 能看到吗 这半个两个都要直连 能看到吗 那我来看 跟我们想的结果一样吧 一样吧 红的是不是更加好 心上是不是就是直连计几个百兆 这个叉是不是是阻塞的 能看到吗 会了吗 会了吗 这不可能 麦克地址要完全一样的话 交易计几个百兆 在举网内是绝不能出现麦克地址一致的 这个交易计 否则是不是或者是网卡 要不然是不是绝对不能通现 万一一样的话 它还比什么 它说它写了 东克埃图的 东克埃图上面讲了 它是靠什么 埃特林大林 这个端口号是来做的 那交易计几个百兆的话 是绝不能一样的 能听到吗 好吗 各位 不会一样的 绝不会一样的 现在到了 到了这个麦克地址这一块 就绝不会一样 如果麦克地址一致 我们这举网的时候 你死也不配图了 你怎么都通不了 何况是两个交换机的两个 你开玩笑 不可能 好了 还有个问题 各位 HTP协计就不知道 我们说实话 剩下的这些东西 都是简单的了解一下 我们不用讲 这个东西你们 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它有五种交换机状态 如果讲NP的话 这个还是还要学的 如果没有 假如如果是在禁用的状态下 它是不能进行了HTP协计 再算算的 我看 那默热宝全都是这个 什么 直接都已经生效了 所以都是可以用的 这些东西都不用委呈它 好吗 S运势维员 和发送运势 使用的是 也是组播禁止 但是 组播禁止可就不是IP了 交换机就是IP了 交换机是二层设备 IP是三层协议 所以 它是一个麦克地址的组播禁止 听到吗 好了 再说一遍 在学习和整个比例的时候 STP的选举方法是不是要搞明白 等你学完之后 你就记住 这种交换机不会出现交换环络 或者说交换通报 这种情况不会 但是 这会浪费交换机 本就比较可怜的运算机缘 你最好不要把你的交换机建设什么 反正 你不要考虑什么容易 没有这个事 它所浪费的资源 远比它断掉之后 产生问题之后 再出现解决 所浪费的资源要多多 能听到吗 OK 还有 我们一般当工环境下 我们配置的交换机 都是非制度交换机 就算是一些整齐东西的一般来实际上 因为成本的差别实在太大 而且你给它配制度交换机是没有意义的 完全没有做的 听懂吗 所以绝不能出现什么交换机 听到吗 只有在服务器上 我买了何几百台服务器 需要把它连起来 才会全部配制度交换机 听懂吗 听懂吗 好吗 STP 新生素嫌疑 我们就说了这 好吧 好吧 还差一个东西 就是端部导致 我们把它放在意义当中 讲完之后一块讲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OK